台湾直篮近日传出了球员射赌打打球将的负面消息 中华篮写今天晚上则是针对确定 10名的球员召开了纪律委员会 表示玉龙队的柯敏豪 邱中博 陈品泉 以及黄玄敏 吴宥任 周伟成 严文佐 李奇恩 班霸 还有台皮永峰拥抱球员 罗正峰 日后都不可以再录用 并演绎要禁止他们担任教练 裁判跟球员经纪人 那么至于陈静环如果侦查结果 会再开会讨论陈楚 对此 中华篮协副秘区长张成中表示 这一次的玉龙9人当中有8人的严重性 已经超越了无济影 已经涉及了打架球案跟诈欺部分 纪律委员会会秉持的在内归下最严厉的处分 展现对于防堵跟打架球的决心 统签 8月2日后 7月7月7日前 4月7日前 2月8日前 6月3日前 7月1日前 4月3日前 7月10日前